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裘達人又在, 你殺不了她的 陳夢吉和方娘的人, 哪有惡意外 兩個都差不多, 半斤八兩 那豈有多個麻煩? 是否會假了? 小女孩, 其實最假的是你 是呀, 之前你又說自己是夢吉的女兒陳珍珍 又說自己是何惠珍 騙了大家這麼久, 真的不對 真正 早就說你是老千 我早就說我是陳珍珍 是呀, 張… 是張世維說不是 我想你也要好好想想 怎麼跟你的好朋友交代 枉人這麼相信你 你怎麼對得起人 在適當的時候 我會作出適當的解釋 如果是我朋友的話 他就不會介意 你不用跟我操心 那到底怎麼樣? 你乾兒子的親生老爸陳夢吉回來了 那這個雙溪煙還搞不搞? 搞, 當然搞 裘大人一定搞的 夢吉賢, 乾兒子, 來… 是… 我向你介紹 我乾兒子在犯了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說 他是你的兒子 無非是想引你出來和大家穿舊 你不怪我吧? 不怪… 你還用這種傢伙嗎? 我抄襲你的, 這個傢伙行不行? 行… 我早就說了你不是我爹的兒子 大玩正 比試比試 我也是跟你學習而已 何謂真, 何謂假 究竟誰才是你? 梵根, 究竟你是誰? 夢吉契弟, 這次你回來了 那就不要走 無緣了… 我這次回來只為了拜我兒子 然後打你的墳頭 辦完事我就走了 走? 哪裡走得那麼容易? 你陳夢吉在我們青森縣 是重頭人物 大家都捨不得你, 你自己看看 你看看 你後面那個小紅鬚 有什麼事牛膚眼看著我 故人之子你也不認得嗎? 誰 他就是當年被你指正而死的標頭 好, 下喉勇的兒子 爹, 雖然我不知道下喉勇 經常當真是殺負仇雲那樣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一定要走 剛才你也看見他 對的, 臉膚都紅了, 像關公一樣 殺你很重 我想他現在一定是磨一把 隨時來找你負氣 不斬我們二六都十六 此地真是不宜久留 我和阿武從小玩到大 每次他聽到陳夢吉的名字 就會火燒心捏緊拳頭 生氣得震 他找了你這麼多年 今天終於讓他見到你的真人 我見到他的樣子 自投興過火燒赤壁 我看他很快就找到上門了 我這個好朋友 連我這個好兄弟也阻礙不了 爹, 你手震的, 你假裝震的 不是假裝 爹怕到手也控制不了 你不是學了二十年詠春嗎 是, 我是學, 我是認識 但是這麼多年 我從沒打過架, 沒實戰經驗 第一次在街上遇到下後舞 沒有, 大家不斷擀幾下 雙手幾乎掉了 我不夠他打的, 差很遠那隻 怎麼辦?那快走吧, 來, 走吧 你以為我不想走嗎? 黃昏過了城門關了, 怎麼走? 就是枉我隱性賣名, 避了二十年 就是避無可避 要還的, 始終要還, 來吧… 毛哥, 你不可以 走開 毛哥, 你不可以這麼做 殺父之仇不共大天 但是你殺了人, 你一樣要死 我問你 如果你爹明明是成名的標師 就被陳夢激無念 他是貪財打毒的殺人犯 你身為人類的 你會不會為他討回公道? 我再問你 如果你姐姐明明是清清白白 就被陳夢激的生安百種 你親眼看著他搬, 扔個令牌下來 親眼看著你的親人, 被夾他畫眼 親眼看著賀子手, 把頭斬下來 親眼看著頭滾在你面前 那些血還被拿去做人血饅頭 做所謂的藥包 你做妹妹, 會不會為他報仇? 我當時只有十六歲 那些賀子手受氣倒露的聲音 我到現在還聽到 鄉夫人, 你不用勸我 鄉夫人, 我們做人的 每天都要吃這麼多肉落肚 要犧牲這麼多禽獸 來維持我們的生命 如果他們個個帶著仇恨 排隊來報仇 恐怕我跟你早就不在世上 仇恨是把兩人劍 可以殺人, 也可以傷到自己 放下仇恨 放下仇恨是一條生路 我今天殺陳夢吉 不僅為爹報仇 還為你相公討回公道 讓他在天之靈可以死得眼閉 冤冤相報何時了呢 人死不能復生 就算被你殺死陳夢吉 你爹也不會起死回生 鄉夫人, 難道你忘記了 你相公死得多慘 我爹死得多無辜 你這二十年來受了多少委屈 當年我爹和十幾個標士 護送你一家十四口和那些大批黃金 去攻其院 途中遇到那群刊匪, 打劫兼屠殺 所以所有人, 包括你相公 都變成這群劫匪的刀下亡魂 你們幸運了, 才能逃過一劫 到最後, 就死了我爹和其中一個標士 但是被人懷疑他們是兇手 陳夢吉為了一種荒唐的九孫爺 你造證據說我爹是兇手 雷我爹被那個官盤死刑 真正的兇手就逍遙法外 還有你相公死得不明不白 我爹是兇手, 你是兇手 還有你, 原本是大會人家的少奶 現在沦落成夜鄉婆 當了二十年的夜鄉 受了二十年的委屈 為你, 為我, 我都放不下 放不下 別再說了, 我不想聽 我也不想想 這些菜是下足料的 我已經做了一整天 全部都是你喜歡吃的 我特地做給你吃的 我是不會阻止你 你總是要罰人 我是怕你賜去不回 我以後也沒有機會再煮飯給你吃 所以你要把湯面 所有的東西都給我吃完才好離開 不要浪費了我一番心思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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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哥飽了腹大便便, 像我大妻似的 看來他這次也不夠我們打了吧 武哥, 我們四個臭皮像毀了救你 對不起, 也要阻礙你一次 武哥, 殺人要填命的 武哥, 知乎犯法, 罪魁一等 武哥, 我們只是不想失去你 你們回去, 我不想傷你們 武哥, 放開, 放開, 放開 陳夢間, 給我出來 醒醒, 殺人來吧 我出去攔著他儘量拖兒時間 你帶你爹從後門走 阿牧, 放下圖刀吧 不要跟我說孔子道理 我這句話不是孔子, 是出自佛家的 我不管孔子還是佛家, 你閉嘴 你又來了, 你又打斷人家說話 我說過多少次呢? 你還沒聽完, 你怎麼知道我說什麼 你打斷了我說話 我又要從頭再說一次 這樣就很浪費時間 現在再說一次, 你千萬不要打斷我 你想怎樣… 阿牧, 你想怎樣… 姐姐 你想進去嗎? 你想進去而已, 你先說不說 你說不說我就會借 你不說不說我是不會借的 我們做人要說禮貌的 你別再說了 你不喜歡說, 我不跟你講道理 我跟你說兄弟情 殺人要填命 你是不是要我去監樓探望你 是不是要我看著你站手示眾 我今天殺得他遇到死 我今天想你的報 如果你說兄弟情就別妨礙我 陳夢吉死了, 珍珍會很傷心 你捨得嗎? 我有什麼不捨得嗎? 她是誰?她是我仇人的女兒 她傷心怪我什麼事 爹, 快走, 再不走你不及了 阿牧…你不要進去 你別再阻礙我 不然別怪我不客氣 阿牧… 阿牧, 你想清楚我沒有 阿牧, 你來得正好 阿牧, 你來得正好 阿牧, 你來得正好 不知道為什麼打暈了我 還綁住我 你幫我鬆綁吧 陳夢吉是該死的 不過如果你殺了他 你也要賠上一命 你現在還年輕 應該死的不是你 應該死的不是你 應該死的是我這副腦不騰 不要, 表叔… 每一輩子都沒走過好運 最好運的就是你陪了我這麼多年 要殺陳夢吉就讓我去殺吧 不要呀, 表叔…不要呀, 表叔 我一直當你是我爹 我不可以再碰到我爹 阿牧, 我曾經受過 我失去好兄弟的痛苦 我不可以再受一次 我現在什麼都沒有, 只有你一顆子 這麼多年來 我都當你是我自己的親生 如果連你都走了 生前的意義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切目 阿牧, 你當我是自私也好 你都給我一個機會去死 我不想白頭人送黑頭人這麼好受罪 這個仇你一定要報的 就讓我替你報, 替你受罪 不要呀, 不要, 表叔… 不要, 不要, 表叔 死了之後, 死了之後, 死了你出城 罪得你關心我、照顧我 你教我功夫 你這麼辛苦養大我 我都未報答你 你不可以忽視的, 表叔 我什麼都不想 我只想你避免看我 我可以抱上你, 表叔, 表叔 不要, 乖兒子 我答應你, 我不去 但你也要答應我, 你也沒去 殺陳夢吉不是一個好辦法 一命賠一命, 若沒有你 你爹永遠都是夢魂 永遠都平反不了 再說話, 我也不想臨老母子送中公子 你就當是為了我 不要報仇, 不要殺陳夢吉好不好 我答應你, 為兒子 我沒有, 為兒子 姊姊, 爹來了 這次可能爹最後一次拜祭來 因為我幸好出城門 我以後都不會回來清心願 如果幸好不能出城門 爹 是的, 女兒 如果爹有什麼不測 你就把爹再不在手裡旁邊 以後我們母母全靠你了 爹, 你不要亂說, 好不好 到底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那個客戶母 真的當成是她殺父仇人? 為甚麼你又逐逐被捕她二十年? 你是不是真的殺了她爹? 我告訴你, 你會很鄙視我 我不會, 你說吧 真的不會? 這件事呢? 話說二十年 夏侯母的爹夏侯勇 是當年一個很出色的表示 而且為人很靜直的 當年他有份押送青森元首輔 前老爺一家十四口 和二十萬兩黃金, 去公其願 二十萬兩? 就是這二十萬兩 向前老爺遭生殺生之和 他們沿途撞到汗匪 被賊殺光了 只有夏侯勇和另外的彪師生懷 所以衙門就懷疑他們倆是劫匪的同盟 是他們和劫匪通風報信的 原來這個縣的官府把好人當賊扮 已經不是一天半夜的事 爹, 為何當年你不幫夏侯母的爹打官司 如果他是清白的, 你一定替他打得掉 什麼?說吧 二十年前的你爹跟放堂的沒有分別 一樣是一個是非不分的壯軍 當年你爹年少氣盛 根本就不在乎什麼是真相 眼前面就是贏呀贏呀輸呀輸呀 每天都和荒唐一鬥生鬥死 這宗案件就成為一種和荒唐的擂台 我和他協議, 各人選了一個人來辯護 他選了夏侯人, 我就選了另一個標示 但是, 在最關鍵的時候 爹發現了一件很重要的證據 證明夏侯勇就是劫匪的同黨 結果你爹是贏了一宗股市 但是夏侯勇就本來還手激認 難怪他這麼討厭你 女兒, 你聽完之後 是不是覺得你爹是最大的惡擊? 不是 你沒錯, 你當年真是找到證據 況且, 又不是你殺他爹 他不應該當你是殺父仇人 女兒, 事實就是事實 我不殺百人, 百人因我而死 後來被爹發現了 女兒 什麼? 我發現節節的湖被人掘過 不是吧 你們幹什麼事? 日光日白神中流流, 你們幹什麼? 聽到, 老爺, 他們… 放棠的, 要我折折褲鞋鞋藏在哪兒 我想你們當然還沒吃早飯 我已經預備了兩份給你們 坐下慢慢聊吧 你到底有什麼居心? 別說什麼居心這麼難聽 我只不過想和夢吉賢契弟你再賭多次 又賭? 我和你賭 我知道, 我知道你當然很想和我再… 再賭多一次, 是不是? 不過排名有分先後的, 你還沒夠班? 先休息一下吧 陳夢吉 二十年前那宗失禁案我輸過給你 所以我很想再贏你一次 既然你這次回來了 這場仗, 你跑不掉的 我已經封了一筆, 不會再上公堂 是嗎? 那你就沒什麼機會 可以拿回你的寶貝仔那副鞋骨了 你分明就要脅我了 很明顯吧? 我這個人很均真 只要你和我再鬥一場的話 無論是輸還是贏 我一定會把那副鞋送給你 你有沒有無量點? 為了逼我爹跟你鬥 連我弟弟的山墳也挖 這麼陰質的事你都做了一場 你因此後來那兩年? 別怪我, 朱英傑別怪我 如果要怪就怪你, 爹 一走了之二十年 令我方堂鏡這個威名受損了這麼久 所以我一定要和你再鬥一次 我要一說前恥, 無論如何都要贏你 方堂鏡, 十幾年了 十幾年你都沒變 我們一把年紀 還鬥來鬥去, 為甚麼呢? 我不是隨便和別人鬥的 我只喜歡和你鬥, 我要贏你 你放心 只是鬥一次而已, 我說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隨便選一場普通的官司 打了就算了 為了怕你不服 這樣吧, 公平一點 這個賭國就為其一年 一年之內, 我們大家引頸以待 一場驚天大案件的出現 到時我們就在公堂上鬥過痛快 老闆, 我為何要答應你 你不答應就沒所謂 一年之內 你能找到你兒子的鞋骨的話 那就不用跟我鬥了 不過我告訴你 一年之內 我一定會把你兒子的鞋骨拿去餵狗 我馬上去喝, 要不然你一定有報應 報應?我從來都不相信 又不見報在我身上 報在我的子子孫孫身上 我也看不見 算了吧, 你不用為我擔心 我反而擔心你, 陳文賓 陳文賓, 我擔心你這麼久沒上過公堂 你會生疏的, 最好先回去練習一下 老朋友, 我真的很懷念 那些年我們在公堂的日子 陳文賓, 我原本想一刀劈死你 你幸好我答應有鏢叔不殺你 我答應不殺你, 沒說不打你, 走 走 武哥, 你也不能怪我爹 如果你爹真是無辜的 我爹也找不到證據, 讓他進去吧 我爹一定是無辜 是你爹生安排做誣衊他 娘, 有多事你不知道, 別發聲 我沒有, 你沒有專家調我 有話放在我心裡, 很多年我都沒機會說 亦不敢跟你說, 就是…對不起 沒錯, 當年我找到證據證明你爹 和我的劫匪是同當 但我當場官司完結之後 我發現我的證據竟然是假的 但我發現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因為你爹已經要上迎場 我害死你爹, 對不起 我傷害無辜, 即是現間報 長官司完結之後, 我馬上腰折 所以我就一走了之 我離開清心願, 避開我所做的意 你…我內心這二十多年很內疚 我知道我做任何事都不能彌補 好了…夠了… 我們不想再在這裡聽到你說這些廢話 你們父女, 走吧, 快點走 爹, 我們走吧 走吧 吃吧…趁熱吧 章四位,最近發生了這麼多事 大家的心情又起又跌 你還煮這麼多好菜嗎? 今天這一頓其實是跟兩位佔別的 什麼?你說一次 我想我不方便再留兩位在這裡住 為什麼? 現在誰都知道你是陳夢吉 你是陳夢吉的女兒 而且阿母跟你爹是有仇怨的 我和阿母是朋友 我實在不方便留你跟你爹在這裡住 你跟他有仇的是我爹而已 我爹搬就行了,我沒事的 是,沒事,你有事的 你是一個女孩子住在一個男孩子的家 會惹你別人的閒言閒語 我不住了這麼久 閒言閒語不存了這麼久 我們光明正大,沒事發生就沒問題 我爹搬就行了 其實你們現在搬到出去 一定有很多人招呼你們 無謂要你們屈袖在這裡住 我有說過屈袖嗎?我沒說過屈袖 我在你們這裡住 有人煮兩頓補食油 不用我撿家裡多好 張四惠,是不是因為你喜歡我 你怕我再住在這裡,你會把持不住 原來你們有這麼曖昧的關係 沒有… 沒有…不代表你心裡沒事 沒有,我知道為什麼要生氣你 我生氣你一直都瞞騙我 稍後說自己是陳真真 稍後說自己是何惠真 我… 別再爭辯了 總之吃完這頓飯,你們馬上走 好,你一定要我走,你一定要不相信我 我記得你今天怎麼對我 爹,我走 我走 話說陳夢吉扮鬼扮馬 偷偷地回來清心園匯入她的親生女 來…就是曾經打敗那個荒唐鏡 以何惠真自稱她的那位陳真真 現在陳夢吉回來了 夏侯母當然不會放過一個 這麼好的報復仇機會 她撿起刀,路發充官,視死如歸 準備去搜刃仇人 在這個時候,夏侯母亦師亦有的 長輩魯標突然出現 她思思學人權一刀 把夏侯母刀勻了 然後將它紮到成一種 就像這樣,當時路標撿起刀 聲淚俱下地說 殺人要填命的 是呀… 原來她寧願用自己 去代替夏侯母報仇 也不想她白白毀了一生 是呀… 路標和夏侯母雖然不是親生父子 但是就把她當成親生兒子 而路標就像一個磁場的父親 想用自己的命去換回兒子的命 幹什麼?你跟著我幹什麼? 你走呀 好了,你走呀,走 走呀 哥哥,我見了媽媽 我又不懂得老回家 你走開吧,這隻港蟻下等人 小朋友,哥哥沒心的 你別哭了,哥哥真是沒心的 對不起 知不知道醜嗎?幾十歲人嚇過小孩 有沒有聽過大蝦小孩嚇過什麼 你進來 坐呀 坐呀 拜託老公 剛才不是見到你探個小孩 我也不知道原來你有好人的一面 我說你這個人也不差 原來你剛才什麼都看見了 從小到大, 爹都教我 不可以讓人知道 放棠鏡的兒子是聽不到的 無論什麼人跟你說什麼都好 你只可以回答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下等人 難怪你經常都傻傻伯伯伯 現在爹有了范羹這個乾兒子 他不再要我了 原來沒了爹, 什麼都沒了 沒有人喜歡我 起碼你現在可以做回自己 不用管你爹怎麼看, 不好嗎? 你說什麼? 君子病無能煙, 不病人知, 不己知也 就是說君子只是看自己做得好不好 他不會理會別人去怎麼看他自己 老師, 你真的想安慰我嗎? 但是我也聽不到話, 也跟你溝通不了 現在我跟你就在聊天了 如果我像老師, 你這麼聰明就好了 我不開心 你就拿孔子的道理來安慰我 如果我聰明就不會一個學生都沒有 老師, 其實我小時候都聽過你說書 你聽過說書? 我眉農之前, 經常偷偷地在窗口 安慰老師來講書 爹不給的 不過我覺得你用孔子的道理 說得特別好聽 雖然我不是聽得很明白 那時候我只是一個初出茅路的小子 讀了幾年書就教學了 不過如果你喜歡, 我可以講書來聽 紫若有教無慮 我可以做動作, 寫字 用口形去教你, 明白嗎? 我明白… 你的意思是你可以做動作, 寫字 和做口形, 我明白… 拜師也要斟茶, 我去找個茶杯 老師 這個珍珍的東西亂丟 對, 老師, 陳珍珍在這裡住 但為什麼不見她的人? 她和陳夢吉搬出去住了 不過我看他們父女倆都很煩惱 方堂鏡偷了陳夢吉的兒子鞋骨 要逼她在公堂上跟她比試 老師, 這句很複雜 又是複雜了一點 我爹又做了這些壞事 他們父女倆暫時都不會離開清心願 要想辦法找回鞋骨 我爹, 我倒了一杯茶給你 你說什麼謊言, 杯茶一早就行動了 我爹, 我倒了一杯茶給你 你看, 爹, 你很髒了, 很多塵 什麼磨心磨石搞什麼? 搞得我真是急了 我去茅廁 你這裡幹什麼?你在這裡幹什麼? 你在這裡幹什麼?你在這裡幹什麼? 幹什麼炒我的東西? 爹, 你還陳智智的鞋骨給陳夢吉吧 你這個臭小子, 真是反骨骨, 反骨骨肉 幫這個陳夢吉 不要… 爹, 別說我 不讓人頭豬出來獻勢, 鵰鴨鴨 壞我大師 不准有人幫他 你困在這裡幾天, 乾爹也叫我下了一口氣 我勸服了他, 他答應放你出去 我想你還是聽不明白我說什麼 麻煩你, 阿毒 很大箱黃金 你要買了整條牛家村 我想在城家建一間大屋 和一個大型的庭院 那個是什麼人? 阿毒, 你聽聽他們說什麼 誰知無論我出了多高價也好 那些村民死也不肯賣 買了土地的東西, 你好像不應該找我 我已經派人去裝鬼 又燒了他們的鞠瘡 還在水裡下藥 誰知那些村民無論如何都不肯賣 還說要跟我作對 他們要告你, 所以你就要我替你打這宗官司 鏈哥, 我全靠你了 這裡有一點心意, 請少納 這些只是小事, 無需我出馬 找我乾仔飯更, 也可以處理得到 那個人用骯髒手段想賣牛家村的地 那些村民不想賣 那個人就叫老爺和梵根幫打官司 還給了一雙黃金做報酬 爹又做了害人的事 你整天為錢害人 好, 我把你的黃金送給牛家村的村民 吃飽, 回去睡覺的靚靚 我們不叫他買頭來, 會被他說的 怎麼會罵呢?我們有叫他 他說沒空而已 其實我們是不是看著他好一點呢 你放心吧, 彪嫂勸了他, 沒事 你放心吧, 彪嫂勸了, 彪嫂勸了 快點, 要把蘋果運回客棧 明早城門一開, 就運回山里縣 裡面還有 有人偷蘋果, 抓住他 快點, 快點, 彪嫂勸 彪嫂勸, 彪嫂勸, 彪嫂勸 彪嫂勸, 彪嫂勸 老闆, 彪嫂勸 有一些黑衣人, 黑芙蓉? 邰大哥, 這個女賊偷我的蘋果 來, 打開她袋來看看 你看, 沒冤枉吧? 好, 帶她回去 是… 走… 廷下人, 我們已經抓到黑芙蓉 快點把她面罩脫下來 讓本官看黑芙蓉的蘿山真面目 放開 稟告大人, 我們用盡手放 好, 她的蘿蔔死在上面就不肯放 放開 這麼大力? 蘿蔔切掉 大膽刁褲 就讓本官用手親自驗證 黑芙蓉果然奸集 竟然用顏料來遮眠 快點抹到面上的驗證去 是, 大人 是 龍少爺 明哥 是 昆壯司 夠大人 你半夜三間找上門 這麼急什麼事? 是這樣的 我們…我們已經抓到黑芙蓉 你找到黑芙蓉關我什麼事? 因為…因為我們法國黑芙蓉的身分就是… 他的身分是比較特殊 那是什麼意思? 其實…黑芙蓉就是令郎 但法國令郎就是我們衙門 一直在通緝那個疑犯 他這次因為偷蘋果, 人贓並忘 但那幫人又不懂得見過你的大名 說一定要追究到底, 告上公堂 老爺…你一定要救少爺 其實裘大人很明白 潘少爺只不過是一時貪玩而已 況且潘狀師 你又幫我們衙門處理過 這麼多棘手的案件 簡直就是我們青森怨的太恩人 放心, 裘大人一定會給你面子 委屈了潘少爺 這次怎麼都要上公堂一次 這樣就不要等了, 馬上升堂 勁哥, 你真的想親自為令公子打官司? 那就好了, 有你在這裡 死也被你罵發生 就算你有罪也變無罪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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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呃… 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